这是最简单的柠檬鸡酒煮法 取骨只需要一把尖刀一分钟 卖回来的新鲜鸡酒 先用清水浸泡半个小时 取出酒气 放虫浆鸟酒取形 烧开后把多余的泡盘打赶紧 再砖销货煮十分钟 再关货门十分钟 这样刨出来的鸡酒才更有人性 倒入冰水鸡嫩 这样的鸡酒体会更加口碳 鸡酒取骨的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一把尖刀 先尖开背部的皮 再用刀尖加足骨结往上挑 轻松的取出每一个骨结 这种取骨方法能完整的保留垂骨和垂筋 吃起来也更有口感 据说绝大多数女儿对五骨脊脚都没得抵抗你 但是都在取骨的路上越走越远 如果今天这个简单又详细的取骨方法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都帮我点个小红心嘛 也方便你二天想煮的时候才找得到 小骨取完了取大骨 先用尖刀撇开垂骨 颠到猪骨往前剪 把皮剪开 再把背部的皮往前推 再翻过来把猪骨揪掉 这样一个鸡就都取骨完成了 接下来开始炒味 少许姜蒜 四瓢生抽 两瓢成醋 半瓢烟巴 一瓢鸡精 一碗小米辣 四个柠檬切开 把汁挤出来 再加一瓢红油 那这一罐没喝完的巴西 搅拌均匀 再把它压瓶 放几瓢柠檬 米封冰箱冷藏 一个晚上 这个机就简单易修 酸辣口碳 还很有交劲 学会了全家都夸理是大厨